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 首先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在本土疫情的部分带您关心 在今天一样是迎来零确诊 不过在境外移入的部分还是呈现双位数 在今天又增加了有21例的境外移入 至于台北市某防疫旅馆的染疫个案 指挥中心在刚刚也公布了 除了最先确诊的案17058之外 除了两个人初步定序也感染的是Omicron 本土病例零例 有21例境外移入跟零死亡个案 分别是15例男性6例女性 分别来自9例来自美国 6例来自越南 其他来自埃及 辽国 瓜地马拉 罗马里亚 乌克兰及德国各一例 年龄介于20多岁到70多岁之间 那他们入境是介于去年的12月17号到10月31号 那有关这个旅馆的疑似群聚个案的部分 目前就是还有三个代彩 然后三个检验中 那整个81个密切接触者里面 有81个要裁剪的部分 那目前除了一案就是阳性 就是案17099 其他74个人为阴性 三个人检验中 那三个人代彩剪 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旅馆的群聚 疑似群聚的事件 基因定序的结果 那发现这个17058 17085跟17099 那这两两的个案 他们的基因定序 都各有2到4个位点的差异 虽然他们都是Omicron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是不排除 这个旅馆的一个群聚